昨天晚上下班前 主管來我的位子上說 這個我明天早上要 交了一疊報告到我的桌上 所以我就加班到11點 好想嚇死他 乾脆年前臨時好了 根據調查有85%的上班族 會考慮在年前換工作 這已經破了11年來的新高啊 難怪大家 最近都很躁動 有一半的行動派已經開始尋找啦 隔壁同事最近好常出去講電話 咦 才這麼說他又出去了 一臉規規碎碎的樣子 我想應該是在圓面試吧 其實大家最想離職的原因 最主要還不是因為薪水太少 要不然就是怎麼升遷都不是自己 覺得公司未來好像就這樣了 薪水跟自己都不可能再有什麼成長 因為覺得自己不會再有什麼成長 所以有七成的人都想換行業 相信一半的人連職務都想換 至於最想轉的行業 第一名就是大家的小碎性 餐飲及旅遊業 接下來就是好正戰的科技資訊 傳統製造業 想看清楚前10名的計案暫停 只剩20秒了 我得趕快講完 如果被發現要離職了 有七成的人會乖乖承認 那如果你要離職 公司會怎麼做呢 超過50%的企業表示 如果在發年中獎金前 得知某員工想離職 其實給他的金額不會重新評估 完全照工作表現而定 但也有三成企業表示 會重新評估 少給一些或完全不給 好 說了這麼多 我到底是離還是不離呢 我怎麼會離呢 說到底 我還是愛我工作的主管